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中國武術之榮春 這集開始 葉俊師傅示範一下 榮春的兵器 白戰刀 師傅 我想問你 榮春的兵器是哪幾種呢 榮春的兵器是不多的 只剩一部白戰刀和一套六點半關 為什麼師傅選擇白戰刀為我們示範呢 而白戰刀的特色是怎樣的 據榮春的傳說 那套六點半關 本身不是榮春的功夫 是釋入梁棧書組 和人將榮春的白斬刀 和人交換那套六點半關 因此來說 我就示範一套白戰刀的動作 白斬刀本身是榮春的功夫 因為那套白斬刀完全根據榮春的拳法 去顯變出梁棧 包括榮春的馬 和梁棧的手法 去顯變出梁棧 有時候先看一下白斬刀一整套的八節動作 然後師傅再我們示範一下第一節和第二節的動作特色 黃春這套拳 這套刀法叫做白斬刀 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那一對刀就叫做白斬刀 那這樣是錯的 其實這對刀是藍派功夫煩用的一對雙刀 有人叫它做蝴蝶刀 因為兩把刀掛起來好像一對蝴蝶 另外有人也叫這對刀叫做合掌刀 因為兩把刀掛起來的時候就好像合掌一對手掌一樣 那為什麼有人叫它做白斬刀呢 因為他們都說是藍派功夫煩用的一對刀 那為什麼有人叫它做白斬刀呢 南派功夫煩用的一對雙刀來玩這套刀法 這套刀法就叫做白斬刀 所以有人就是誤會 這一對刀叫做白斬刀了 那為什麼 這套刀法叫做白斬刀呢 因為這套刀法一共有八折 另一折是有兩個部份的 一個部份是站定來玩的 另一個部份呢 有進馬 退馬 一共斬八折 一共斬八折 所以這一套刀法就叫做白斬刀了 今天咱們來過結束 一共斬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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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駱瑤 二共斬八折 八折 一共斬八折 有兩位 一共斬八折 一共斬八折 二共斬八折 就連我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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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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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